中国乒乓球队已经在昨天从成都返回了北京 下面就进入今天的点将路德丹 要说到王浩估计大家马上就会想到的是奥运会 的确今年已经28岁的王浩拿过奥运会市锦赛世界杯 乃至全英会和全国锦标赛几乎所有的冠军 但是呢在这么多的冠军当中却唯独缺了一枚奥运会的单打金牌 所以对他来讲所有的比赛甚至包括市锦赛 都是在向伦敦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进发的台阶 这里边没有空调 这一天几件啊这一天几件啊 一件够了 一件够了 你还穿啊 因为毕竟已经参加了这个两届奥运会 而且都是这种银牌 本身自己内心当中是非常渴望能够拿到这个奥运会金牌 毕竟所有的这个单打的冠军都拿到了 唯独就差这个了 所以可能这会儿的时候 我觉得人啊 应该怎么能够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而且刘老爷一直在 从队内一直在树立自己成为一个这种真正的领军人物 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这些方面责任感 包括神明感会越来越强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这些年王后不仅从内心开始强大 身体也变得很强壮 宽阔的肩膀让他穿什么衣服都觉得小 穿着新收到的士兵赛领奖服录营 王后还倒腾不清楚歌词 五十一届士兵赛单项即将迎来 圣伯莱德吉斯特 吉盖斯特 我老是叫吉斯盖斯特 女单谁管这个关键 跟我八个人打博的事 这衣服太小 还行 小吗 我觉得还行 小啊 我听 我听 你拿耳机 你发一遍我唱的 看它怎么样 拿耳机 把给调 调好点 太棒了 太棒了 十锦赛马上到了 但这个也非常关键 但我自己考虑的可能是更长远的奥运会 所以说这个对于我来讲是非常紧迫 所以对于我来讲也确实这种 有一定的这种目标和这种一定的压力 所以说我觉得自己应该希望能够从现在开始一点点一点一滴 这种能够做好 为了更加强大 王浩对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队里的业务学习课 这样的画面告诉我们 他听得有多么认真和仔细 当我们的记忆还停留在2004年的雅典 他赋予柳成云的失落神情 时光已经悄悄把它历练成一个强大的承担着 这一点他办出台相对的比以往要少一点其他的弱点变化 一天每一年王浩就守着这方小小的平衡球队 直至心里后世道足以承担中国队的奥运重战 第三版用了四十三 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强者 你其实需要每天都要做好的 而且别人能做到的你能做到 别人做不到的你依然能做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坎 到他这个坎的时候 他们内心就会显得烦躁一点 浮躁一点 就会出问题相对会多一点 所以王浩目前看上去还是比较正常 世锦菜不是王浩纠结的比赛 王浩真正纠结的比赛可能是奥运会 队里的每个人都清楚 是比赛直指奥运会 作为难队的核心演务 王浩每天都在完善着自己 第一局只要他赢的比赛 我不接触 人家很难 就去赢 对外的比赛 比赛还会让他越顺越一顺越好 你尽量做比赛的时候 不要要求自己十分的质量 七分的质量 甚至六分七分 这样这个质量他不要都会防止 你别这个十分里边 直接就是三分五分 光光光失控起了就一条条半天 也许这样的走路姿势并不好看 但是这么宽阔的肩膀 让人心里觉得踏实 对于28岁的王浩来说 即将到来的世平赛 只是伦敦奥运会 前的一次有两人 这次在厦门的封闭集训 我们看到王浩紧张当中 透着轻松 对于他来说路德丹世平赛的 南丹冠军是势在必得的 而对于整个教练组来说 王浩的状态也左右着 整支队伍的备战伦敦奥运会的计划 我们希望王浩在路德丹世平赛上 能够蝉联南丹冠军 同时一步一步坚实的 走向伦敦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